月云鹏 月云鹏有一个如此优秀的师傅 为什么自己没有 可是在一次节目中 月云鹏说出了 其实自己的妻子对自己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月云鹏小的时候 家里穷在成名之前 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人 家里也没什么钱 自己也没特别特长 长得也不是男神的样子 所以结婚是按家里的习俗是相亲而成的 第一次的时候 是两人单独关在一个屋里聊 聊明白了 就给了对方二百块钱 如果这两百块钱对方不退回来 就说明有戏 可以约下次见面 那时候会给一千多块钱 如果再不退回来就成了 结果月云鹏没被人相中 第三次的时候 月云鹏就遇到了现在的妻子 在这里小编要感叹 一下月云鹏那个妻子真的是慧眼是珠 就连德云社一众高管 都没看到月云鹏有啥长处 她妻子却和月云鹏不离不弃 相信月云鹏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在这次节目中 月云鹏还透露 妻子是一个很文艺的人 喜欢听戏 喜欢大自然 喜欢海边 认识的很多东西 月云鹏都不认识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母亲 会带孩子去感受大自然 是一个有着大格局的女人 看来夫妻俩现在真的是感情极好 而有一次郭德庚也透露过一件事 月云鹏在火了过后 有一些小膨胀 把自己和高峰去做比较 高峰只是比较低调一些 和月云鹏的风格也不一样 再向上线算是资深前辈 而月云鹏的妻子 听见月云鹏这么说 顺手就给了月云鹏一巴掌 你要死啊 你要知道你自己挤金挤两重啊 而后特别给郭德庚打电话 让郭德庚说说月云鹏 其实当每个人面对自己 以前不可能想的生活 突然而来的时候 再加上还有人人都梦想不到的盛名 内心的膨胀是可以理解的 像这种情况 郭德庚也会料得到 偶尔也会教育一下自己的徒弟 但是像月云鹏的妻子 能洞悉得如此的透彻 及十足指的月云鹏的妄想 就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 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月云鹏的妻子就是这样 在月云鹏的背后默默地提醒着她 欣赏着她 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 当然月云鹏本性是非常善良的 小时候家里穷 因为孩子特别多 在成名过后 月云鹏从来就没有忘记 她的兄弟姐妹 最点还给每个人都买了一套房 把七个兄弟姐妹都合在一起 祝老妈身体健康 有着农村人的憨厚 纯苦善良和孝顺 谢谢大家